《创世纪》第42章 雅各见埃及有粮食,就对儿子们说 你们为什么彼此对望呢? 他又说 我听说埃及有粮食 你们下到那里去,给我们买些粮食 使我们可以活下去,不致饿死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就下去了 要从埃及买五谷 但雅各并没有打发约瑟的弟弟 宾雅敏与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恐怕他会遇到灾害 以色列的众子也在前来买粮的人群中 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官长是约瑟 卖粮给那地所有的人民的,就是他 所以,约瑟的哥哥们来俯伏在地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 可是他装作陌生人,对他们说严厉的话 问他们,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我们是迦南地来买粮食的 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关于他们的两个梦 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间谍,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 我主啊,不是这样 仆人们实在是来买粮食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间谍 约瑟对他们说 不是的,你们实在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 他们说 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人 我们都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最小的,现在与我们的父亲在一起 还有一个,不在了 约瑟对他们说 我刚才对你们说 你们是间谍,这话实在不错 我要这样试试你们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绝不得离开这里 你们可以派你们中间一个人回去 把你们的弟弟带来 其余的人都要囚禁起来 好证明你们的话真实不真实 如果不真实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就是间谍 于是 约瑟把他们收在监房里三天 到了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要这样做 就可以活着 如果你们是诚实人 就叫你们兄弟中一个人囚禁在监里 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 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 这样就可以证明你们的话是真实的 你们就不必死了 他们就照样做了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世上实在有罪 他向我们求情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 却不肯听他 所以 这次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刘本回答他们说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要伤害那孩子吗 可是 你们不肯听 现在刘他写的罪 要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明白 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当传译 约瑟转身离开他们 哭了一阵 又回到他们那里 与他们说话 然后 从他们中间拉出西面来 在他们眼前 把他捆绑起来 约瑟吩咐人 把五谷装满他们的袋 把他们的银子放回个人的布袋里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 一切就照样办了 他们把粮食 拖在他们的驴上 离开那里去了 到了住宿的地方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打开了布袋 要拿饲料喂驴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银子 还在袋口那里 于是对兄弟们说 我的银子都归还了 你们看 就在我的布袋里 他们就心里惊慌 彼此战战兢兢地说 神像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回到迦南地 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 都告诉了他 说 纳地的主人 对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 把我们当作侦查纳地的间谍 我们对他说 我们是诚实人 并不是间谍 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 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有一个不在了 最小的 现在与我们的父亲 一起在迦南地 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 我用这个办法 就可以知道 你们是不是诚实人 你们兄弟中 要留下一人在我这里 其余的人 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 然后 把你们最小的弟弟 带到我这里来 我就知道 你们不是间谍 而是诚实人了 这样 我就把你们的兄弟 交还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在这地 自由来往 后来 他们到布袋的时候 不料个人的银包 仍然在个人的布袋里 他们和他们的父亲 看见了银包 就都惧怕起来 他们的父亲雅各 对他们说 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 约瑟没有了 西面也没有了 你们还要把变雅敏带走 每一件事 都是针对我 刘本对他父亲说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给你 你可以杀死我的两个儿子 只管把他交给我吧 我必把他带回来给你 雅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 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 如果他在你们所走的路上 遇到不幸 你们就使我这白发老人 愁愁苦苦地下阴间去了 我必须要把他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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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把他带回来